大家好 我是鸟鸟 前几天我去拍了个时尚杂志 是的 时尚圈已经找不到人了 服装老师会频繁地给我调整衣服 每次来他都会悄悄跟我说 吸一吸肚子 吸一吸肚子 而我都会告诉他 已经在吸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我在躺 其实我已经在卷了 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 躺和卷怎么选 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种假象 好像我们有的选 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 是吧 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 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 问如果是你 火车该往哪开 但真到了社会上我才知道 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 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 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都躺在铁轨上 只有李旦在开火车 他想压谁就压谁 我们被李旦压 李旦被网友骂 我很少思考怎么选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都是有限的 小时候妈妈领着我进小卖铺 问宝贝你想吃薯片还是辣条呀 我指着老板背后说 妈妈我想要那个电视 我妈说我是不是又给你脸了 这也让我想起我学二胡的过程 在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 我妈问我 宝贝你想学二胡吗 这就是我人生面临的选择 我妈没有问我在钢琴吉他和二胡里 你想学哪一个 她问的是二胡你想不想学 在二年级的我听来 这句话就是 这个脸你想不想要 所以我就被迫开始学二胡 学也学不在心上 每天我妈上班前会跟我说 我去上班了 你自觉点 该干啥干啥 我就知道 我该看电视了 但我也没办法踏实地看 我会焦虑自责 会想我为什么这么不自觉 所以我就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拉二胡 我给电视配乐 那时候在播家有儿女 有一集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 夏东海不在 我一拉就感觉夏东海 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我卷了很多年二胡 好像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二胡不是一个 适合展示的乐器 也没有办法吸引异性 你能想象吗 两个男生走在街上 突然一个碰碰另一个 说哎 两点钟方向 两点钟方向 有个女生在拉二胡 你有零钱吗 除了拉二胡 我也卷学习 拉二胡和做题 这就是儿时的我 能为人生所做的全部准备 所以现在我的思维很简单 就是遇到困难就想刷题 包括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也总想 如果有一套真题刷一刷就好了 最好有一本五年大会 三年模拟 每次主题赛宣布主题 我听到的仿佛都是 字数八百 文体不限 诗歌除外 不要退赛 有时候还有附加题 是吧 已知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粘膜损伤 问如何将以上信息 巧妙地融入段子 这道题我已经答完了 有的时候如果不会做呢 把题杆抄下来也能得分 但我到社会上才发现 会做题也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参考答案都是略 我和他能长久吗 略 我这么加班真的值得吗 略 我的人生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略 我就感觉生活在嘲讽我 好像他说 你想知道答案吗 就不告诉你 略略略略略 躺和卷怎么选 我每次坐飞机都会纠结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飞机都会 既带着U型诊 又抱着笔记本 低头写稿会想 不行不行 颈椎要完了 躺着睡觉会想 不行不行 工作要完了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 想卷卷的时候想躺 永远年轻 永远左右为难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所以你要是让我选呢 我会选躺 但如果实在让我卷呢 我也服从生活的调剂 我希望有一天 我对生活的态度 能像生活对我的态度一样 就是 对对对对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娘娘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 羊鸟的文本一直特别稳 我觉得 它里面会有一些 其实我们实际上生活当中 很少会用到的一些 一些语绘 然后一些异想 那是我喜欢的 它就淡淡的松弛 这我特别喜欢 不慌张 它不慌张 把松弛的都卷了已经 对 我看起来在躺 其实也在卷了一些 然后我努力 就是这个 情绪浓度了 差不多 哪怕是鸟鸟这种 你看它都是不是 你看着它很像 丧丧的 丧眉大个眼的 无欲无求的 但你知道 鸟鸟这种特别好 它这个叫就是 显性社恐 其实我觉得 按照那个社会学的 那个人口概率比例来说 我们在座里 肯定有很多是隐性 社恐 所以说 所有人都社恐 对不对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 显性是比较幸运 大家一看 你就 对 就不好招惹 就别过来烦我 没错 可以 而且鸟鸟今天 还那么可爱 除了那个 可是这种特别的迷人 对 要是可爱就行了 不要看起来非常挑衅 就 不会不会 特别的可爱 因为我特别喜欢鸟鸟 我觉得鸟鸟那种 桑桑的感觉 就特别的纯粹 今天这回这个主题 可能也合适 它又荡 但是其中很多巧思 又感觉让你听这话 又可爱又生气的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对 其实找到自己 就是在自己的赛道当中 找到你自己 合适的那个位置的 就像你刚才 做的那件事情 你自己 自然而然会卷的 嗯 鸟鸟很棒 这次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鸟鸟 八票进入带定区 好 硬的说出这件事了 所以真的想讲这个东西 这可能是我 这两年以来 真正终于有了一次 想讲的 退网 我最喜欢杨丽 因为我在开放麦庭坛 那篇稿子 我非常喜欢 她已经决定了 这一场 要讲爸爸那一段 其实是 那种心理的突破 但是你想这么悲痛的 一个事情 想化成喜剧 这是一个 反正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那么一个事情 这次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个挑战 我也不知道 我最后会交出 一份什么样的表演 其实我自己都很 忐忑和期待 那就也有可能是一个 巨大的失败 但我也愿意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朋友们 退网把我累了 现在这互联网上 都没有人骂我了 这一期 我本来就想写一点 别人骂我的事 结果打开微博以后 没有人骂我了 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不是说好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吗 你知道我要想写这个东西 我就得先了解它 但互联网这个东西是这样 短时间内 你很难了解 但是却很容易沉迷 本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还在那一朽一朽地 了解互联网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我一个段子也没写出来 但已经学会了三种舞蹈 八种妆容 以及十种和喜欢的人 推拉的恋爱技巧 他们说啊 想让一个人喜欢你 你要学会推拉 不要太热情 不要老找他聊天啊 你知道吗 这个方法真的很管用 我试了一下 现在已经跟我所有喜欢的男孩子们 都失去联络了 这一季啊 确实在网上骂我的人 不是很多了啊 他们都忙着骂我们这儿的其他人了 我就感觉 大家在现场的时候 明明挺随和啊 为什么一上网以后那么严格呀 来我们这儿的领校园 特别是女的 来一个说一个 再这样下去 只能由我来当领校园了 而且 你就天心生气 人家为什么不懂脱口秀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还质问李 但是说 为什么不能请一些 懂脱口秀的人来 因为懂脱口秀的 要在台上演脱口秀啊 真的 现在录节目是太难 录节目是对你情商的极致考验 这一季不是斯文回来了吗 你知道莫名其妙 不是 不是说他回来的莫名其妙 是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就觉得 我跟他关系不好 我们来也没什么 就因为我们都是女生 你知道 觉得我跟他关系不好的 比觉得成禄跟他关系不好的人都多 还有人挑事说 现在斯文回来了 你们觉得你和斯文谁才是真正脱口秀女王 我说 李雪芹 其实网上为什么老吵架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 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经历的事不一样 没经过事你很难站在她的角度理解她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体验 就是去年我跟我妈开始能互相理解了 在我爸去世以后 有一天就是跟我妈在床上躺着 我说 妈 要不其实你还挺年轻的 才五十多 要不你再找一个吧 她将来也能照顾你 我妈想了想说 不啊 我现在一个人多好啊 就是自有自在想干啥也没人管我 我说 你现在理解我了 我说 其实我也那么一说 我也不是真的想让你找一个 我是怕你 后半辈子以后就要跟我过了 她说 你现在理解我了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都想讲一下我爸去世这个事 我真的从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你知道农村那种葬礼你们参加过吗 农村那种葬礼是那样 就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举行 它要从你家 然后去墓地 这一路上你们要在街上走 然后所有人所有人村民们都会来围观 你知道 围观的时候他们要看 一边看还一边评论说 你看这是他女儿哭得多惨 他好孝顺什么什么的 你知道那种压力 我们家有两个孩子 然后那天早上出发之前 我就发现我弟一直眉头紧皱 他特别紧张 他跟我说 他说姐 我压力好大呀 我担心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哭不出来 我说没关系 我也哭不出来 他说好 结果我不知道那天我咋了 我一路上大哭 哭得跟我出生那天一样 然后我弟 他本来就哭不出来 他看我那么哭 他越看越生气 他更哭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 他以后就是我们村最大的不孝子了 然后我就一路回到家以后 我还坐在那 然后情绪也没有走出来 我就看见我弟一个一米八大汉 怒气冲冲一直盯着我 然后向我走过来 然后他狠狠盯着我 他说了一句 他说 姐 你这样也显得我太不孝顺了吧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他这句话 一下就把我从那一阵的悲伤情绪里拉了出来 然后我也不想他太难过 我也想逗他一下 我说 你知道我们做艺人的 有的时候有观众的时候 比方就是不太一样 然后他也笑了 当时我就明白一件事 就是不管你遇到多么难过的事情 永远有人能让你笑出来 还有家人能陪伴你 我还明白另一件事 就是不要只相信你眼前看到的那一点 就像那些村民只知道我是在葬礼上哭得最大声的那个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爸生病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都是我弟每一天都陪在他身边 没哭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好 好 好 可以 挺好 可以 挺好 谢谢杨丽 准备 2 1 请坐票 为什么这场要讲这件事呢 就是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真正想讲只有这件事 我就是好奇 就是喜剧和这个舞台到底能承载的那个线在哪里 然后当我写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事已经有点不用讲了 我甚至觉得 就是你发生那点事也没有必要都告诉大家 但你知道比赛我也已经报名了 总说其实自己是挺紧张的 这是我这两年最紧张的 现在也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而且我其实很 我为什么在这个顺序我也是很担心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段子不管有多好笑 我后边那个大哥都没法演了 我就只能在这儿演 然后也只有这个赛段比较合适 就在这儿讲了 我觉得杨丽特别聪明 杨丽一直她想 比如关于女性的 然后这次关于生死的 她把最后拉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之后 回到自己最想表达的那个领域 我觉得这特别好 我是觉得杨丽有变化 就是以前不管是通过网上的一些 就是刻板的印象也好 或者她脱口秀呈现出的 我都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容易有犀利的观点 跟尖锐表达的女生 很勇很感的 但是我今天我觉得她能感受她的那个 因为生活的变化带来的一种包容感 但我反而这么多年 我觉得这是杨丽最勇敢的一段 我觉得她今天就突破了特别难以去碰触的话题 但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勇敢和观点都不重 但是我没有uct大部分 我 également从维维 我真是这样